台灣很多學者在做什麼 中國大陸的認知作戰 八年前非常的支持川普 因為他們認為說 台灣被大陸欺負 然後呢 美國欺負大陸 所以我們就支持美國 各位有沒有觀察到 在川普那四年 中國大陸跟一些歐洲的主要國家 我都開玩笑 組成了一個叫做受害者聯盟 都被川普霸凌 這些就發現 我們關係不能搞太糟糕耶 所以當時的德國 法國等等 跟中國大陸關係 確實有明顯的一些改善 中國大陸就有金川五國 有一帶一路 這些人家 中國大陸當然是說是為了自己 為了這個全球南方 但是美國就覺得 你明明就是針對我的全球影響力 在做動作 那就是削弱美國的一種方式 所以中國大陸雖然說弱對強 但是它削弱對方 壯大自己的做法 源源不絕 各個面向 你不要搞我的關稅 美債方面我跟你合作 一線達不到一定要加關稅 那中國大陸可以做什麼 中國大陸說不定把非洲當成一個 所謂談判的籌碼 我們一起進軍非洲好不好 因為美國在非洲的能量很弱 中國大陸又很強 川普也覺得我在非洲也可以賺錢 他底線 他要習近平 他叫川普不要加60% 川普就是要加 那中國大陸還能做什麼 我先講一個最殘酷的 對台施壓 我就找台灣的麻煩 我就壓迫台灣現在 在做務實台獨的這些人 你美國看到台海的情勢 越來越緊張 當北京對台灣逐漸施壓更強的時候 川普要不要回過頭來跟北京稍微談一談 所以對台施壓我只能說是劇本之一 但是確實有可能發生 是中國大陸可以跟美國打交道 雙方還有很多我們台面上看不到的交易 我想是從國際談判的角度看一看 川普當選之後 美國跟中國大陸一些可能的互動的觀察 首先我想從權力的power的角度來看 各位我想應該跟我一樣都不會懷疑 美國的綜合的實力絕對是大於中國大陸 所以川普在那四年 他對中國大陸 我不能說以止氣死 但是中國大陸對他的回應相對就是處於弱勢 這是很合理的 很可以理解的 那在這個權力的分析裡面 各位或許聽過幾個權力的面向 譬如說我有一個強制權 我力氣就是比你大 還有一些是我可以給你獎賞 叫獎賞權 然後有些人是因為我佔了一些位子 譬如說我是聯合國秘書長 那個叫做legitimate合法權 有些叫做專家 像今天除了我之外的這些專家 其實他們都比較有權力去講這些美中的未來的變化 還有一些叫做參照權 reference 譬如說可能他是教宗 他是這個重要的公民社會領袖 他出來講這些話 他的影響力就比較大 那回過頭來 從權力的這些面向來講 其實美國跟中國大陸 只有一種面向 那就是coercion 就是強制權 就是強制權 所以為什麼台灣有一些人 在8年前非常的支持川普 因為他們認為說 台灣被大陸欺負 然後呢美國欺負大陸 所以我們就支持美國 8年前真的很多台灣人是這樣想 那這個強制權確實存在 那我要講就是說 很多的談判專家 其實他們也研究過 那如果遇到這種 對方比我 我現在從中國大陸角度來講 對方比我強我應該怎麼辦 我舉例來講 他們有些人建議說 你要削弱對方壯大自己 這是一句 再來就是你要逐步跟他 階段性的交易 來建立你自己的能量 還有對他的影響力 那這兩個中共有沒有做到呢 我發現還真的有 第一個就是削弱對方的影響力 壯大自己 各位可以看 其實當然不是從川普時代 2017年就開始 更早一點 中國大陸就有金磚五國 有一帶一路 這些人家 中國大陸當然是說是為了自己 為了這個全球南方 但是美國就覺得 你明明就是針對我的全球影響力 在做動作 好 我把它解釋成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反制美國權力的 削弱對方 壯大自己 再來呢 各位有沒有觀察到 在川普那四年 中國大陸跟一些歐洲的主要國家 我都開玩笑 組成了一個叫做受害者聯盟 都被川普霸凌 所以呢 這些就發現 我們關係不能搞太糟糕耶 所以當時的德國 法國等等跟中國大陸關係 確實有明顯的一些改善 還有中國大陸也提出了 他從大概1718年 1919年開始提出什麼 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球安全共同體 不管你相不相信它的內涵 但中國大陸就說 既然你美國搞那個超級殘酷的現實主義 我就來占領全球道德的制高點 我就跟你講 我的目標 大家人類共同體 我們都是一起的 我們沒有那些文化民族的這些分別 我說不管相不相信 中國大陸就是在 削弱美國全球的影響力跟話語權 壯大自己 甚至 這麼多年來 我們看到很多西方的學者 現在台灣很多學者在做什麼 中國大陸的認知作戰 這也是如果真的有 我也相信會有 那就是削弱美國的一種方式 所以中國大陸雖然說弱對強 但是它削弱對方 壯大自己的做法 源源不絕 各個面向 再來 我剛剛說有些專家講說 是要透過逐步的階段性的交易 來建立自己的能量或影響力 各位我們回想一下川普那四年 他突然把關稅丟出來了 中國大陸跟他談 最後談成所謂的第一階段協議 第二階段協議 結果當然這個 我的學姐的縫心可能可以糾正我 好像第一階段協議都沒有完全執行 第二根本就是海市勝樓 然後川普就選輸了 四十幾%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 我就跟你分階段談嘛 那川普其實要的也就是一個 你看北京他妥協了 讓步了 所以這個第一階段協議吵了好久 然後雙方進進退退 進進退退 其實我覺得還蠻符合我們談判講的 階段性的跟對方打交道 建立自己的動能或影響力 好 再來我想很快跟大家談一下 就是我們從我們談判的角度 大家都說大家要堅守底線 可是呢在談判的研究上面 除了底線之外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BATNA B-A-T-N-A 我今天不能在這邊上課 但是我只能說BATNA就是說 在談判底線都達不到的時候 請問你要不要跟對方打個商量 雙方都不要空手而回嗎 底線達不到 但是大家買賣不成人意在 這是很簡單講這個BATNA的意思 他的中文很拗口 叫做談判協議的最佳替代方案 就是我達不成協議了 但是我們兩個人離開這個談判場所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各自帶點東西走 所以他不是底線 他被底線的要求還要再低一點點 好 我相信習近平 他絕對不會希望川普上任之後 磕中國大陸60%或更高的關稅 而且實際上應該是做不到啦 我說這已經不叫做美國的七傷權了 因為七傷權是傷敵七分損幾三分嘛 60%的關稅可能真的大家兩敗俱傷 好 那我要講就是說 再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講 如果川普他已經話講出去就是要加60%的關稅 中國大陸要怎麼辦 他底線他要習近平 他叫川普不要加60% 川普就是要加 那中國大陸還能做什麼 我先講一個最殘酷的 對台施壓 我就找台灣的麻煩 我就壓迫台灣現在在做務實台獨的這些人 你美國看到台海的情勢越來越緊張 你川普又很自豪 四年內我沒有讓任何美國大兵在戰爭中死過 那請問當北京對台灣逐漸施壓更強的時候 川普要不要回過頭來跟北京稍微談一談 這是一種可能性 也就是說60%關稅就是要加了 那我北京可以做什麼事情 對我北京相對在倍加關稅的時候 還有一點好處 我甚至可以跟對方繼續再談條件 所以對台施壓我只能說是劇本之一 但是確實有可能發生 從談判的角度 另外還有什麼呢 中國大陸可不可以跟川普說 你不要搞我的關稅 美債方面我跟你合作 所謂合作當然就是我不要拋售太多了 讓你美債好像受到什麼影響等等的 中國大陸有很多的美債 那它能不能造成一些輿論上的影響 當然有 或者中國大陸可不可以跟川普說 我跟你我們一同進軍非洲 我為什麼講非洲 因為如果進軍拉美或是中南美 美國要跳起來 你不要到我後院來 可是非洲呢 美國從來沒有把他當成什麼後院 他就當成是鄰居 很遠的鄰居 所以我只是假設 這因為我們必須假設嘛 底線達不到 一定要加關稅 那中國大陸可以做什麼 中國大陸說不定把非洲當成一個 所謂談判的籌碼 我們一起進軍非洲好不好 因為美國在非洲的能量很弱 中國大陸又很強 各位看最近正在上海的 世界進口博覽會 裡面其中一個口號就是 要多買非洲好物 因為中國大陸 他外交部長上任 每年第一個出訪的就是非洲國家 所以如果非洲國家 又看到美國也進來一起合作 川普也覺得 我在非洲也可以賺錢 說不定 我只說這是alternative 其中的一個可能的替代方案 最後一個 有沒有可能中國大陸跟美國交換說 我知道你一定要開60%的關稅 可是呢 你就開那一個產品60%就好 因為他沒有說所有要60%嘛 其他的 你低一點嘛 因為真的合則兩立 然後再來 你說要加關稅 你有說你上任 1月20號那天要加嗎 也沒有啊 他只說我上任之後要加關稅 那可不可以拖一陣子 所以這些都是中國大陸 可以跟美國打交道 雙方還有很多 我們台面上看不到的交易 但是我只能說 從談判的角度來講 真的川普上來之後 太多太多的變化 還有很多的故事 等著我們去發掘跟評論 那我就先跟各位談到這邊 黃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黑SRoyal Face 黃家顏值逆時奇蹟 火腹路全修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黑SRoyal Face 黃家顏值